2022年是中国储能大爆发的一年 10月中旬,由中国科学院参与的 100兆瓦级大型电化学储能将在大连并网调试 这是国家首个百兆瓦级的电化学储能国家示范项目 同时也是全球功率最大 容量最大的夜流电池储能调封电站 这也预示着中国储能正在快步入场 但是这还没完 中国首个居瓦时级储能电站已经在新疆开工了 而在他们之前 广东首批储能示范项目 湖南如临储能电站项目 张家口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等等 百兆瓦级的储能项目 均已经病亡了 如果算上全国 中国有超过65个百兆瓦级的储能电站 正在规划或者运行了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按照国家能源局的规划 到了2030年时 我国新增储能项目的投资可以超过1万亿元 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仅仅2022年的前10个月 我国储能项目的总投资额 已经超过了6000亿元 超过了中国此前所有的投资总额 而在国外 欧美日韩乃至沙特都在布局储能市场 布局的时间和规模不亚于我们 也就是说 中国乃至全世界正在经历储能建设的最大浪潮 因为有业内人士说 近10年是动力电池的天下 未来10年是储能的博弈 华为、特斯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国际巨头 都已经加入了这个赛道 一个比动力电池竞争还要激烈的逐鹿之战 正在展开 如果谁能脱颖而出 很可能再诞生一个新的宁德时代 那么问题来了 储能为何突然爆发 各个国家都在争夺什么 中国企业能占领一席之地吗 今天就用一个视频来讲清楚 对了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加关注哈 储能技术爆火其实和中国有关系 原来的储能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电池技术 它在19世纪就已经被发明了 后来发展到各种各样的储能设备 小到热水器 大到光伏电站和储能水电站等等 储能逐渐成为一种基础设施 中国在2014年 首次将储能列为9个重点创新领域 但是储能技术真正火爆起来 则是在2020年 因为这一年中国提出了碳中和和碳达峰 两个碳目标 掀起了世界能源革命 然后储能就跟着变化了 在传统能源里 储能是重要性比较低的 因为当时的电网是处于平衡状态 一般来说电网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发电端 一个是配电端 还有一个是用户电 电以光速在这三个部分间传输 由于光速太快了 很难控制 而且不好储存 所以电网的发电用电功率 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样才能保证电网的安全和稳定 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尤其是变动极大的电网 如果哪个部分失衡了 为了电网保持稳定 就需要进行调整 专业名称叫做调频 大家可以理解为 用户用电需要突然增大 那么电网系统就会要求发电厂 加大发电病亡 如果用户用电突然减少 那么电网系统就会阻止发电机组病亡 这样电网就会重新保持平衡 但是由于清洁能源的出现 调频就无法维持这种平衡了 新能源中除了核能外 风电水电和光伏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见先性和波动性太大了 没风了干旱阴天雨天 都会影响到电站的电力供应 所以这些电在并网时 就会对电网产生冲击 而且这种冲击是没办法调频的 因为调频是以秒为时间单位的 而新能源的波动却非常大 以风电为例 不同的时间段和天气 可能让风电发电的波动非常大 最大浮动可以达到装机容量的80% 电网一旦大量接入这种不稳定的能源 很可能会让整个电网系统出现崩溃的风险 这些在美国和欧洲都发生过 以至于风电和光伏 一度被电力人士称为垃圾电 以德国为例 2015年时 欧洲发生了难得一见的日全石景观 整个过程持续了150分钟 然而这一次的日全石 却差点让德国爆发了能源危机 因为德国有20%以上的电力 来自于光伏机组 而在最高峰时 有50%的电力是由光伏发电站提供的 所以在日全石爆发前 旧机构预测 德国电网将遭遇非常巨大的能源波动 后来在整个欧洲的帮助下 德国才避免了大规模停电潮 逃过了一劫 但是英国就没这么幸运了 2019年 英国电网遭遇雷击 导致变电站线路中断 全球最大的霍恩海上风力发电站 也受到影响 发生拖网 电网平衡被打破 导致英国遭遇大面积停电潮 百万级别的人口 伦敦火车站紧急停运 飞机航班被迫停飞 连交通信号都被中断了 更不用说其他用电场所了 这场事故也被很多国家 作为反面例子来研究 中国呢也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 我国一直在鼓励发展风电和光伏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在电网业内 这两种其实也是被鄙视的 2014年时 人民网还特别出了一个专题 来解读这件事 在2010年左右 由于光伏风电并网 会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很多地方的电网 干脆拒绝新能源入网请求 有些风电光伏 就算入网也会遭遇到 被随时断开的风险 最终导致气光气风的情况出现 国家电网在2010年喊出 大风电融入大电网的口号 鼓励地方的电网多用新能源 然而效果并不好 2011年时 中国仍有100亿千瓦时的 风电机组被限制发电 有超过三峡大坝 一个月的发电量 被白白浪费了 到了2019年时 中国气光 气水 气风等 三气电量超过了千亿千瓦时 相当于三峡大坝一年的发电量 后来中国攻克了特高压难题 才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随着各国达成发展新能源的共识 光复和风电发电站的数量 暴涨数倍 新能源发电量占比也跟着增长 电网就再次面临新能源电力的冲击 如果这个处理不好 轻则三气现象死灰复燃 重则我们的双碳目标 也跟着夭折了 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 答案就是储能 按照国际能源署的指导 新能源电力大概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当它低于15%时 只会对电网造成少量冲击 也不需要储能电源 当它处于15%到25%时 就需要引入储能设备 当它高于25%的时候 电网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此时所有的电厂都必须配置储能 才能应对波动性的电力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储能火爆就成为顺其自然的事情 它可以在新能源电力波峰的时候 将电力储存起来 然后在新能源电力波谷的时候 再释放电力 这样不管新能源电力如何波动 电网都可以保持平衡 所以世界电网发达的国家 很早都在布局储能 而有布局新能源的国家 更是将储能列为重大项目 其中欧洲是最早提倡新能源转息的地区 所以他们的布局和储能市场都很大 不仅用户储能资产快 而且各个欧盟成员国的政策 也非常激进 除了免税外 还能免除部分的成本费用 甚至取消容量限制等等 而美国因为早期工业化需求 所以他们也很早就布局储能电债了 在20年前 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 集会每年都会出一个政策 持续鼓励企业建设储能项目 除此之外 2019年 美国能源部还出资百亿美元 建立了一个长时储能公关计划 鼓励储能企业公关 10小时储能系统 希望在10年内 将时长10小时的储存成本 降低90%以上 技术积累 加上政策大力支持 美国2020年和2021年的 新增储能项目 都占到全球的32%以上 位居世界第一 亚洲方面 日韩的野心也很大 但是由于国土面积限制 他们在新能源规模上 比其他国家要小得多 在电池领域 本来技术还比较强 但是这两年也被中国超过 而且这两个国家运气也不太好 日本压住轻能 错过了锂利子储能发展 韩国的储能项目 则连续出现事故 耽误了他们的发展速度 根据资料显示 从2017年开始 韩国国内储能项目 发生过34起火灾 而且涉及三星 LG等龙头企业 使得他们的储能布局 一直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不过他们在化学储能技术上 还是很先进的 如果能解决自身问题 那么将会对其他国家 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至于中国 虽然我们起步晚 但是我们的政策一点也不少 从2020年双台目标后 我们就强制要求 新能源发电站 应该和储能电站协同发展 2021年7月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 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推动 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然后2022年又发布了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将储能项目 列为重大发展目标 然后各地区就像听到号角一样 几乎加快脚步布局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政策和项目的落地 仅仅2021年一年 各省发布的储能规划项目 就已经超过了 十四五规划的目标 可以说不管是中国 还是国际市场 储能竞争格局 比当初动力电池还要大 动力电池也就亚洲几个国家在发展 而储能则是全球主路之战 它的全球市场规模达到了数万亿美元 将近十万亿人民币 那么问题来了 竞争如此激烈 我们岂不又落后 那还能有竞争力了 答案是潜力十足 这还要从储能的种类 和它们的优缺点说起了 储能主要是利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 转化能源 所以它的种类有很多 比如抽水蓄能 空气压缩 氢储能 锂离子储能 熔熔岩储能等等 但是目前比较火的就是三种赛道 分别是 长途的机械储能 新型的化学储能 以及还在探索的特殊储能等 其中 机械储能发展的最早 而且技术最为成熟 有抽水蓄能电站 空气压缩电站 飞轮储能电站等等 其中 抽水蓄能技术是最普遍的 全球第一个抽水蓄电站 在1882年就诞生了 它就是瑞士 苏黎士 奈特拉电站 所以抽水蓄能技术 到现在已经有了100多年了 不过它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把多余的电力用来抽水 将它抽到高速的水库上 等需要用电的时候 再放下来发电 发电的效率可以达到80%左右 水库越大 它能储存的能量也就越大 而且水库的建设难度并不高 只需要抽水设备和发动机等设备就行了 欧美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就一边大量建设水力发电站 核电站等等 然后搭配抽水储能电站 配合水电站的风枯剂来调节 有了抽水蓄能站 即使是枯水期 水电站也能保持稳定的发电 由于抽水蓄能电站性价比非常高 所以它就被推广到 核电甚至是火力发电系统里 作为一种重要的调节手段 于是抽水蓄能就逐渐成为一种单独的产业 发展进入快速期 尤其是美国 它们在1960年就成为 抽水蓄能装机容量最高的国家 一直到90年代 美国去工业化后 日本才反超的美国 至于中国在2017年超越美国 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达到了 28,490兆瓦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 但是老实说 这个第一没啥可骄傲的 因为我们压根就没发力 虽然中国一直在积极建设储能电站 但是更多的是将它作为发电站的补充 用来削风填骨而存在的 而不是像欧美日那样独立发展 中国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抽水蓄能政策 是在2021年发布的 当时国家能源局颁发了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 要求能和静和能开静开的原则 积极鼓励抽水蓄能的发展 在未来要建设200多个储能项目 目的就是为了辅助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 于是中国这个机械狂魔稍微一发力 就拿下了诸多记录 2021年世界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河北风宁电站正式投产 它创下了四项世界第一 分别是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储能能力世界第一 地下产房规模世界第一 地下动视群规模世界第一 所以我才说中国的潜力很大 以前不怎么重视就能拿下第一 现在认真规划 传统的抽水蓄能电站就立刻迎来大爆发 根据估算 它的市场规模可以达到2万亿元 不过抽水蓄能技术这个赛道还不是最火的 因为水库等技术设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一般都掌握在各国的电网手里 所以在国际上的竞争并不激烈 反而是新型的电化学储能才是科技巨头的青睐 比亚迪、华为、特斯拉、宁德时代 都在布局电化学储能 电化学比起抽水蓄能的潜力更大 而且市场更加多样化 抽水蓄能虽然性价比高 但是由于需要新建水库 所以对于地理位置要求非常严格 需要具备高低落差 这种环境一般都处于高山地区 比较适合水电 但是却不适合光伏和风电 光伏发电站也是如此 它们大多位于北方的荒漠 这里阳光充足 但是缺乏高低落差的山地和水资源 所以并不适合修建抽水蓄能设施 而风能一般位于海边、山口 同样不具备大规模新建水库的设施 而电化学储能的原理 其实就和电池一样 可以充放电的 当电力充足时 就可以存到离离子储能电站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放电 而且大小可以自己组装 想要大一点就可以多放几块电池 想要小一点就少放几块 因为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灵活性比较高 可以放在用户端 比如换电站、充电站等 也可以放在法顶端 控制新能源电力波动 可以说用哪里需要哪里班来形容 也因此被业内人士戏称为超级充电宝 有的人听到这里 可能会觉得很失望 不就是电池吗 用得着吹它吗 事实上 就是因为它是电池 才被大家如此追捧 为啥这么说的 答案是和电池种类有关系 电化学储能的种类有很多 但都和我们现在的电池发展密切相关 比如谦虚电池储能 锂离子电池储能 纳离子电池储能 以及凡离子电池储能等 锂离子电池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纯电动汽车的主要电池类型 也是技术最成熟的 所以它在电化学储能里 也是占比最多的 可以达到电化学储能的88%左右 其中 宁德时代占据了储能电池的龙头位置 成长得非常快 而谦虚电池的性能比较差 所以它的占比也只占到4.5% 至于纳离子电池和凡离子电池 就值得特地说明了 它俩被很多人认为 是将来最有可能取代锂离子电池的技术 纳离子的储量非常丰富 是锂离子的400倍以上 所以它的成本也低得多 而且在化学性能上也比较稳定 不会出现锂离子燃烧和爆炸的情况 所以在锂离子资源受限 电池不断涨价的背景下 纳离子电池就成为很多企业的下一代技术 联宁德时代自己 都很早布局纳离子电池技术 甚至已经开始是量产了 而凡离子电池也是如此 它的资源和安全性都比锂离子要高 在资源上 中国是世界上凡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占有42%的储量 而且大部分都是很容易开采的凡钛磁铁矿 在安全性上 全凡液流电池电解液用的是 含有凡离子的吸流酸水溶液 不会发生燃烧和爆炸 而且液体电解质 可以储存在电池外部的储存罐中 并不占用电池内部的资源 只需要增加外部的凡电解液 电池的容量也可以跟着增加 所以资源多 安全性和容量也更多的凡液流电池 就成为替代锂离子电池储能的绝佳选择 而且是率先在储能项目上推广 可以帮助这两个电池技术研发 为啥这么说 首先电池其实都是储能技术 但是根据应用不同 可以分为3C电池 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三种 这三种类型对于电池的性能要求是不同的 比如3C电池和动力电池 就是应用在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电动车等消费端 而储能电池则是应用在基站 电站等商业端 消费者对于电池的性能要求是更高的 比如能量密度要高才能耐用 充放电速度要快才能节省时间 但是商业端对于储能电池的要求 就没有这么严格了 性价比和安全性才是首选 所以在电池技术不够成熟时 科技企业就可以先在储能上应用 等性能差不多了再推向消费端 减少企业研发的风险 举个例子 以前研发锂粒子电池技术的时候 没有储能 就必须一步到位把价格打下来的同时 还要把性能和安全性都给它搞上去 这是很困难的 但是现在不用了 我先把价格和安全性搞好 就可以参与储能项目 一边挣钱一边迭代技术 所以科技巨头们布局的不仅仅是储能 它们竞争的还有下一代的电池技术 用行业内的话说 就是群雄逐鹿再造凝王 这句话确实如此 我们来看看纳离子电池储能的融资就知道了 在两年时间里 总共有37家企业的纳离子项目 获得了资金支持 所以储能的背后 不仅仅是国家对新能源的布局 更是科技技术的博弈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科技企业们 能和宁德时代一样拿下这场胜利 好了我是熊猫 我正在参加知识创作人第八季活动 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 感谢感谢 我们下期见